各位同學我們來看一下這主題 絕對值的整數解 這是非常重要的觀念 雖然有點難度 但是老師要在這裡跟各位同學講 加油加油加油 把他給學起來 自我突破一下對不對 雖然我們只是國一先修 但是我們要志氣很高對不對 這麼難的 在這個時候也把他給學起來 好 他說若A為整數 而且A的絕對值要小於B 則A的可能範圍 是A要介於-B跟B之間 也就是以數線來看 我們把B標出來 當然喔 以0為對稱 在另外一邊就可以畫出什麼-B 而在-B到B之間 就有可能是什麼 A的值 而且我們只要取整數就好 因為他說A為整數嘛 好這什麼意思呢 有很多同學跟老師說 我是看不見 沒關係 老師就知道你看不懂 所以我們舉個例子 來 如果A的絕對值比7.5來的小 則A的整數解為和 很簡單 我們把數線畫出來 有圓點 單位 方向 都有 那我們把7.5標出來 同樣的 就把-7.5 標出來 好這時候我們發現-7-6-5-4-3-2-1-0-1-2-3-4-5-6-7 通通通通都滿足我們的條件 所以總共有幾個祂 所以總共有幾個 7乘以2 這樣各位同學清楚了嗎 如果你學會的話 在這裡恭喜你 非常好 要給自己鼓勵說 這麼難的考題 我在國一先修 都把它學起來囉